大家看这是一个小哥哥 之前都搞好了 现在他又乱剪 乱剪又举行这个杂肉了 你看在剪在这里面都有发炎 两边剪到乱七八糟了 说了告诉他自己要平着剪 不要挨肉剪 不要剪到里面去 他又剪进去了 现在又发炎了 现在给他修一下 这里只要这么长都不剪 两边喜欢去挖 剪了有几天了是吧 点个聚焦啊 之前都做那个甲心调整 上那个锦固周 把它慢慢把指甲 把它拉出来了 甲骨里面的 又去剪 又去剪 哎 这个买很多啊 在他们的高中生 有时候要搞体育训练 假设鞋子没穿得好的话 就永远取现这个情况 那些一个年前的指甲 它软的很脆的很 一挤一挤 它就变形了 就用一把肉里扎 所以在这种问题的人 都是年轻啊 学生多啊 这边是不是要好些了 没那扎了吧 这样先给你修这边啊 这边估计很厉害些 因为这个这个靠得紧 靠得紧的话 你肯定更痛一些 以后我们都算 这很细的道 修进去吧 在修起来的过程中 不会吃你的肉 只修起你的指甲 几乎没什么痛感的 因为我们修这个勾立的这家 也不能修太多啊 点到位置 这个就比较多些 点个屋脚 现在没了通了吧 没有砸的感觉了吧 这个都是你自己剪出来的毛病 不剪的就没点事 知道吧 你就是因为剪这个剪到里面去了 因为剪出来 剪了这个打纸了 剪了打纸后就形成一个这种 你看就是这个边的 它就有点的肉 要平着剪 平剪的时候要留一截 看一下 这没有这些 我给你讲一下怎么剪指甲 我们剪指甲之后 小心第一道先剪中间 剪中间时候留一截 留一截的情况 就不会剪的很彻底 就不会剪这里 剪完之后 这两边有个涂下的 一个小尖截 我们不剪 我们用这个东西 把它磨掉就可以了 不要剪进去了 你剪进去的话 你就会剪到这个打纸了 打纸后这里面就形成一个断角 一个断角 它就会刺肉 刺的就会红肿发炎 是吧 你看以前 我都给你弄好了 这个是便宜的 这个是便宜的 给它弄好了 你看之前 都好厉害的 你看通通这个把它 调整一下 它就慢慢把它拿出来 这个是 它那个的 我们没做起来 这个板子 这个也是这样的 看一下 这个就是所有玩家说 什么单个修 没什么用 我们确实 修了之后 我们有一些方法的 但是就不方便讲 看这个都是 它的一个前后对比照 我们倒是在这个尾部会有一个图像 给你们看 你看我们在修的过程中 是吧 没有曲血 没有什么你喊得痛 修完这个指甲是齐整的 它是一齐整的 靠的时候不会有这个断角刺的肉就不会痛感 现在我们就修完之后 你就自己要垫扫棉花 涂没一些自己的 这个 这些药物啊 平台不方便讲 这个视频就录在这里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